大家好,又是我们正向华语报的时间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小镇 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马来近 各位朋友好 还有来自新西兰的义德台阳 大家好 还有来自新西兰的社长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蒙相报,正向报,塞冷器 点赞,分享,订阅 塞冷器有些广东话的粗话 有一些了 但是现在也是很多节目都是比较干 有干捷径版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大家还是受不了的话 就可以听我们的蒙相报 还有正向报这两个频道 谢谢大家 好,今天我们讲一个人物吧 这个人物为什么要讲他 因为我以前在北战念书的时候 也是经常看他的著作 他叫做傅告一 傅告一先生 他其实是一个美籍的犹太人 他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还是哈佛大学荣修教授 他可惜在20号的时候 他在美国的麻省 一家医院接受外科手术后 突然离世了 享年90岁 那傅告一先生 其实他有一个称号 叫中国先生 因为他对中国真的很了解 作为荣修的哈佛教授 他从1961年开始就在哈佛学习中文 研究中国问题 退休后十几年 还有一本著作叫做邓小平时代 虽然他是退休 但是退而不休 还写了很多书籍 还有参加很多论坛 还参加了很多智库 日前傅告一先生 其实在接受了参考消息的专访 他坚持全程用中文去交流 土字十分清晰 还有讲的字都十分漂亮 他讲的中文 但是有人就问他 你怎么看脱钩这个趋势 他就说脱钩 他看来就是一个大麻烦 觉得这是一个很傻什么的问题 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存在 存在的话 只会让美方也受到巨大的损失 在他看来 中美当务之急就是寻找 并且抓住改善双边关系的 最好的契机吧 因为他觉得拜登上台可能会有一个转折点吧 而且他评判呢 美国对华的态度完全不是统一的 而且他说现在摩擦系数不断增加 就是说现在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关系是更加的艰难 他坦率的说就是美国关系其实比中美关系 其实比以前坏了很多 并且他认为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敌视中国的共识 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我觉得 起码我觉得这是新麦卡锡主义的抬头 很多事情就是本来就是很普通的买卖或者什么 都是说你投共啊 或者是卖国啊 就是卖美国的意思啊 然后他还说美国在对华的态度上并没有统一的思想 大家有不同看法 从美国民众和舆论来看啊 一半以上的人还是觉得应该跟中国搞好关系的 虽然傅高一先生一辈子都是在研究中美关系 但是他也他说现在也拿不出什么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因为领导员不行 而且他在十月初的时候在芝加哥全球事务 学会发表了一份的民调 他表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其实认为美国应该寻求对华更加友好的合作 还有接触 而不是一味的叫做接至中国的发展 超过半数美国人其实不觉得中国的现在发展 会对美国造成真正的威胁 只是政客操作罢了 但是他的这份报告 其实跟我们看到美国一些报告有些相反吧 但是很难说 因为美国的媒体也是给一些人操弄的 像摩多克啊 就是那个广东话意音叫梅多的 这位澳洲的传媒大亨 他也是操弄了不少的媒体的 所以他我们看出来的媒体跟他做的这份报告 其实有点不一样 那那么怎样才能让双方关系 在这种不断恶化中踩刹车 转方向 他就认为 跟之前我们讲了 就是新一任美国总统上台 可能是个好的机会 像他这样的 美国学界的人 希望下届总统有更好的对话政策 其实还是蛮多的 不过他也坦言啊 当然不能马上全面的改变 但可以一步一步来 谈得更加详细 他还建议 要抓住这个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 中美要提前做好准备 想办法 双方在沟通上面需要更加坦率的谈话 还有被问及啊 当时他说 这是因为10月份的采访嘛 他问他 特朗普会连任吗 他真的也说 不敢不敢做评判 因为他说一句好好笑的话 他说 因为我不是算命的人啊 所以他就很含蓄的说 支持特朗普的 他就其实觉得 支持特朗普的人不如之前 那么多 其实他也是看重了 他也是猜对了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香港的政坛居然 有找一些算命的人去 去为一些大政党去背书 我觉得有点奇怪 是吧 之前有个 就是一个传统的建制派 也是找了一些 算命先生去做节目啊 或者为一些政治研究背书 去背书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这个可以从荣正皇朝里面看得到 荣正皇朝里面有一幕 就是霸王爷 他就站在白色的花的树上面 然后这个江湖道士就说 这个是皇上加白 就皇帝吧 这样说是吧 就是肯定 因为那个时候在审太子 这个庸正皇朝 太子第一次被废的时候 他们就叫群臣 推举这个太子 那么推举这个太子呢 那么就 当时 同国委 就居中联络 串联 就推这个霸王爷 去当这个太子 那时候呢 那个石王爷就找了一些 混人 找了一个江湖俗士 俗士出来 这个刀石来的 就说 我就知道 肯定是霸王爷 因为 还有呢 一个儒名啊 霸王的儒名 中间有一个美字 美字 把它拆开 就是霸王大 哇 霸王大的意思 就是 这个肯定要当这个太子了 之后肯定要当皇帝了 这个 我觉得有点牵强 但是那些江湖俗士 就是这样讲的 是吧 但是有一些人 也会动摇其他人的信心 那个时候呢 石王爷看到 看在眼里 他就觉得 连江湖俗士都这样讲 哎呀 这个大祸临头了 哎呀 肯定是霸王当这个太子了 他就跟这个乌先生讲 跟乌先生讲 哎 很不 就听到 连江湖俗士都这样讲啊 说霸王大 然后又知道这个霸王爷的如鸣有一个美字 嗯 然后乌先生就跟这个 呃 那时候就会做一些故事 嗯 来欺骗 这个普通人 无知的民众吧 有些是 基本上是一般的人都是欺骗啊 骗一般的人 嗯 所以要做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 嗯 好 那我继续讲一下吧 就是这 傅高一先生还 人家问他 哎 现在热炒一个议题叫中美脱钩论 他就说 讲这种人的都是傻 什么 他说脱钩的话 其实在几十年前呢 或许可以实现 但是像我们之前节目讲的 两国之间其实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然后啊 就是关系 很签 就是很复杂 很多事情不是说一刀就砍下去 是吧 其实大概跟全世界关系也是一样啊 太密切了 现在都是地球村 所以他觉得脱钩 不可能 要 啊 傅老先生还说啊 啊 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状况 特别是美国应该和中国合作的事物 比如环境 缺乏足够的了解 把中美贸易问题作为两国间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分歧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 他就觉得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让很多研究中美关系的人很费解 也让很多商人也很费解 其实也是啊 其实中美的贸易 怎样说就是 我觉得是互补的 但是他现在就弄得像一个零和游戏吧 就是啊 非黑即白或者是说有时候他们会弄得非黑即白或者像香港有些人说就是一个政协的对决 从来没有这回事啊 做生意的人不会这样想 像富老富老就讲啊 如果中美真的朝着脱钩的方向走的话 会给全世界带来很多麻烦 中美两国应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他深深深的相信 其实两国啊 应该承认双方无法没有办法脱钩了 而且富老还认为啊 中美关系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吧 世界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国际地位需要协商 才能确认一个世界标准 世界的法律 还有世界的规矩 中美都应该参与在其中 就是现在 但是怎样讲 其实西方就有啊 就觉得中国在这里 他们会感到很不舒服 因为西方的话 就是他觉得这个游戏是我发明的 而且我控制的这世界已经两三百年了 为什么让你参进来 但是他们就忽视了一个事实吧 就像前澳洲总理讲 陆克文就这样讲 他说中国的强大力是不可以否认的 也是不可以在那个打压他 但他可能有小 有一点小的波折 但是最后还是会发展起来的 当然了 富老也说 中美这个关系要修补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两国的利害关系 要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对待 然后他就要富老 我们之前讲了 其实富老 他有很多著作 但是有两个是 比较出名的叫一本书 一本书叫日本第一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 邓小平时代 因为富老除了会中文之外 他对日语也是十分精通的 而且在日本还有 中国问题上 他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然后他就讲了一本著作 就是他在2017年 他写 他那个时间 就是有一本著作叫 日本新中产阶级 是半个世纪之前的著作来的 但是他17年的时候 大家一看 哇 怎么讲的这么 他讲的东西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而且很多 对 然后都译成了中文 在中国出版 当时候因为中国也是当时候也是有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起来 他就看了这本书 大家都有参考 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 当时17年采访的时候 他也说 对日对中美日三国的中产阶级现状 现状做出了评价 他说中产阶级是以经济衡量 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三国的中产阶级的思想和做法都不一样 现在社会变得太快 这是全球的共同情况 中美也是如此 然后富老又说他年轻的时候 觉得美国社会比较安定 比较乐观 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但现在的中产阶级变得不安定 这个也是特朗普上台的原因 我们之前讲过了 因为现在中产下流 而且现在世界变化太快 太大了 加上美国制造业的外迁 美国中产阶级 面对的困难要比以前多得多 担心的事情也比以前多得多 这样会产生不安 然后他讲到中国的时候 他是这样评价的 中国现在变得也太快了 差不多每年都有变化 人的 人来人往 创业还有换工作都很频繁 他说就是我们讲的 广东话叫跳槽 其实很频繁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是只打一份工作 但是现在创业点多了很多 现在中国他讲的也是实况了 现在中国的实质情况 还有他说 日本他讲的也是 刚才他讲的 有一本书吧 叫中日本新中产阶级 但是他现在就 说现在的日本也不跟他 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不一样 以前日本社会比较安定 很多男人只是 就是男人就在外面工作吧 就是女人就在家里 是做点家事 或者照顾小孩吧 像很多男人在一个公司 工作三四十年 然后从大学毕业到退休 都是在一家公司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日本 尽管相对中美而言 也算是稳定 但是大不有钱了 而且日本的中产下流 是这三个国家当中最厉害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一直都是不太看好 日本的那些楼市吧 就是那些楼盘啊 当然日本也有 很有价值的房子可以买的 就是房价的话 有些是真的很便宜 我们广播节目讲过 但是你要想一下 你之后的税啊 或者你生活的便利程度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虽然我们广东话节目讲过 其实在日本买房子 真的要小心 小心再小心 姚富老还说 对于当前全球化受阻的情况 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论调呢 他就认为尽管眼下全球化碰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啊 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 然后之后造成了中美贸易战 但是他觉得全球化会继续进行下去 潜入是曲折的 但是最后还是会 大家会走在一起发展 我们讲的差不多 其实 而且他讲一句话 他就说 他不赞成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说法 他说世界一直在改变 历史也是不断在改变 会继续的存在下去 这个是当然的 历史 其实每天的话 我们今天讲完的下一秒 已经成为历史了 肯定是会继续下去的 是吧 所以啊 我就觉得 这位老先生 已经离世了 但是他留下来的 著作很多 还是可以参考的 因为中国通的话 我们之前广文化都节目讲过 很多西方国家 包括澳洲还有新西兰 一些所谓的中国学者 根本连中文也不会 没有在中国学习过 也没有在中国待过 就所谓叫中国专家 其实一点都不会 只是用一个 就是白人殖民地连带的心理去 或者是态度去看这世界 那很难跟中国是好好相处的 好了 这节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